跟Marco聊聊的恒指大市的情况 昨天再升300点 第二天站稳在50天线楼上收市 保力加通道的顶都穿来了 恒指ADR指数就升1% 昨天看到就站在26000点楼上 是否确认了一个升势呢? 这个水平是否可以较进取入市呢? 你觉得升势一定确认了 你由低位23800这样弹上来 尤其是踢穿了25000点那一刻 很快已经整固完就再冲 是可以的 你说现在再来进取一些 我自己就相对你自己想想 低位弹了不少的时候 我觉得你要买货的话 其实早两天应该已经开始出手了 今天我最怕是什么呢? 很怕指数列口高开 因为当列口高开的时候 就很容易沽盘打回来 像昨天这样 其实平开一点 或者高开几十点了 那就升得不错的 通常港股都是这样的 一高开就一定被人重复打回来 所以你问我 我就希望慢慢慢慢滴上去 是 第一站的目标26000 应该完全不难就应该到的 现在大家也要看着之前的顶位 两万六千五左右的水平 看看能不能滴上去 不过我想消息面上应该都可以的 你说看到那些科技股 昨天刚才说了 那些中概股做得不错 因为阿爷那边都放风 那个监管是不是都松松的 或者叫做有点眉目 就是那个叫做监管的成效 还有马云又现身了 马云又在西班牙那里现身了 又证明了可以自由活动的 我想这几样东西加上都 所以为什么一开波的时候 都是说这些科技股 看看金钻这些科技股 能弹到多高 可以带动指数去弹到多高 好啊 那都要留意着 会不会是 刚才我问你的问题 是否可以进取入市 反而你就叫大家 如果前两天还没入市 这一刻就保守一点点 是的 因为我想要入市的 可能之前已经入市了 现在当消息全部出现 你才入市的话 最怕就会被人割韭菜 是很害怕的 是的 大家都试过 我自己也试过 喂 市市 哎呀 慢慢的 让我先冲进去 我觉得来到这些位置 买不是问题 反而你的注码 相对来说 我觉得要小一点点 因为你是在博 就是已经去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中途 升浪 还是尾段 还是头段 我先形容为中段 那变成 你现在入场的时候 你就要有点 Hit and Run的做法 或者 大家未必看着龙头 既然ATM也走得这么远 你可以看看二三线的科技股 那些如果未走的话 二线有些又升了 不少了 是的 二线升了不少了 所以就开始慢慢寻补了 自己 我按一下微盲 也不是撒 原来都回到13位了 是的 很多的二线股都在发力了 所以大家自己找回一些 自己炒开的 还有可能找回一些追落后 去驳回 比较好一点 接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